中秋假期的餐桌上怎能够少得了螃蟹的身影 眼下多地的螃蟹正在陆续上市 捕捞发货一片繁忙景象 接下来我们就去湖北和江苏看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俄州市两子湖区最大的螃蟹养殖基地 这里大概有1600亩的水鱼面积进行螃蟹养殖 师傅们正在抓紧捕捞今年的第一楼两子湖螃蟹 在波光淋漓的水面上 师傅们乘着小船来往于各个地龙间 随着一楼楼螃蟹收网 一只只青背白肚的螃蟹浮出水面 打包后准备发往全国各地的市场 基地负责人介绍 今年受持续高温的影响 螃蟹退壳时间推迟了10天 目前起捕的螃蟹规格普遍偏小 平均在3.5两左右 每只约20元 价格也比往年略高 但仍供不用求 这两天 在张家港市高新区 唐桥镇青龙村一处和蟹养殖基地 随着养殖户们不断地收网 一只只张牙舞爪的大螃蟹露出水面 今年第一网螃蟹正式捕捞上岸 在泰州市的这家河蟹市场 一字排开的挑蟹工 以及随时待命的物流车 让一只只河蟹走向全国各地 每天收个量 成交量 1.5到2元左右 价格比去年要高 40% 比如说 四末去年这时候 七十块一斤 今年正常地收到100亿 此外 记者在南京一家大型农贸市场看到 有几家水产摊主 正在熟练地用蒲草捆扎螃蟹 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现在最便宜的二两的母蟹 大概15块钱一只的现在 去年的话在12块钱左右 那我的话在38块钱一只 想买就是来看的 我不想买小的 我买大的 而备受期待的阳城湖大闸蟹 今年将于9月25号开补 大量成熟 预计会在10月上旬以后